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早前,TVB大股东黎穗江接受访问 因为蝙蝠很长 大部分媒体都只是截录一段作重点报道 由于不是很多机会 听到由集团的大大大大大老板 去亲述TVB 的议题 飞天爷爷尝试发掘部分媒体 可能轻描淡舍地戴过 而我又觉得挺有趣的 而且值得大家留意 再分享多一点点 平日都是飞天爷爷这个电视观众 自己在猜猜猜猜猜 今次出自大股东口中 资料来源更加有说服力 黎穗江在访问中提及到老人台 他说TVB是大台不能成为老人台 飞天爷爷觉得坊间一直是靠感觉的 觉得香港没有人看TVB 觉得身边没有朋友看TVB 觉得老人才看TVB 原来黎穗江见到不少人批评TVB的节目老化 观众老龄化 他找了第三方数据公司开会 从客观数据角度 TVB和其他电视台 在老龄观众和年轻观众的比例上 几乎没有太大分别 也符合香港现在的人口结构 即是TVB是老人台 年轻人只会看隔壁台 也只是口号 很多网友都留意到 男团活动上 都有不同年龄层的粉丝 小一都有个九十多岁玩IG 打几百节留言 但没有关注任何亲人的婆婆粉丝 再说 男团的应援规模之大 非天仪够胆说是灌着全港 单纯只是小朋友的话 哪有来这么多资金呢? 隔壁台最近的节目巡礼 焦点都落在古天乐的好拍档孙圈身上 孙圈今年52 所以老人台和年轻人都看隔壁台 会不会是一厢情愿的看法? 但既然观众的年龄分布差不多 为何在收视上出现这么明显的落差呢? 非天仪亦觉得 又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另一个有趣的话题 落在J2身上 上一集提到 黎帅刚子要为J2重新定位 甚至令J2 不单成为其他电视台的竞争对手 都能成为翡翠台的对手 自己人打自己人 原来是有另一番用意的 据黎帅刚所指 翡翠台历年来都是主频道 保留一定的稳定状态 保持他在观众中间 长期形成稳定的收视认知 是有其必要性的 J2如果战律上定位 要打造一个年轻内容的新频道 他就不应该是TVB 翡翠台的附属品或重播台了 J2应该要有独立的个性 独立的定位 J2可以成为TVB体系再造的实验室 J2下一步的发展 不单单是与香港市场 其他电视台竞争 J2还要与自己的大哥翡翠台竞争 黎帅刚曾经在上海广电工作过 很多年前 上海只有一个电视台 叫上海电视台 在1992年以后 在上海广电局的架构下 又搞了一个东方台 然后东方台和上海台进行竞争 结果 上海市场就进一步越造越强大 今天上海广电所有的发展 事实上是源于那一场改革 今天上海广电视媒体所取得的成绩 全是因为年代改革和创新 黎帅刚形容是在体制内的创新 在体制内的改革 在体制内的竞争 因为有竞争 便打开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格局 大家都知道湖南卫视 当年都一样 在湖南电视台内部 除了湖南卫视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湖南京市 湖南经济电视台 湖南卫视覆盖全国 湖南京市覆盖湖南省内部 但湖南京市作为弟弟 在各个范畴的创新方面 当时和湖南卫视不相上下 甚至在某一方面 还超越了湖南卫视 但他们也在湖南电视台内 这种内部竞争 最后将市场进一步做大 将湖南广电整体越做越强大 所以黎帅刚所致 TVB都一样 J2要有更大的改革力度和步伐 如果J2仅仅只是翡翠台 一个附属台、一个补充台 J2就没意义了 又或者简单点 非天爷爷认为竞争能力 J2要有独立的竞争能力 才可以和任何一个电视台 包括大哥、翡翠台竞争才有意思 有竞争才有进步 无论竞争是来自外面或内部 都是最大的推动力 非天爷爷觉得 假如有一天J2爬过翡翠台 也好 那也是TVB的成功 我想起之前说过 《星梦娱乐》和《爱爆音乐》 非天爷爷也提过要脱离TVB 不能够一直做TVB的音乐部 要自生自灭才有竞争力 近日谭嘉宜和吴若熙的演唱会 其实已经有不少啟示了 上一集提过 《翡翠台》和《明珠台》 已经在大陆落地了 作为一个大台 制作上会顾及更多 相反 J2不用面对内地 可以做更多 《翡翠台》未必适合做的节目 例如最近J2的《仔仔一堂》 虽然大陆有不少同性戀话题的节目 但大陆政策时有改动 如果大家未看过大陆剧《上瘾》 非天爷爷会推荐大家去MyTV Super看 这一套大陆同性戀网剧当年爆红 爆到台湾连带两位男主角 做封面的台湾雜誌出现炒卖的情况 在香港卖断市 可惜后来大陆政府 煞停了很多相关制作 上瘾的第二季 最后胎死腹中 J2因为直接面向香港市场 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制作 更多不同的节目 《仔仔一堂》这一类 借真人称带出平权教育的节目 在这个环境下更如如得水 所以可见的将来 J2有更大的創作空间 不会再是TVB不敢做 其他电视台来做 而是翡翠台不方便做 J2来做 以TVB的制作 创新大胆的节目 应该不会出现寒酸的画面吧? 所以J2成为翡翠台的竞争对手的话 得益始终是TVB和观众 飞天日夜甚少看J2直播节目 《仔仔一堂》是第一个 证明有胆识、有诚意的制作 是会令人转台 转了J2 黎瑞江这次访问 真的太多资料 太多东西可以说了 再研究一下 再和大家慢慢聊 请不吝点赞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要说的? 有 另外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如果 Hello 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听歌、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播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和感情的车缸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就会通知你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by bwd6